韩国警方今天宣布将投入更多警力 彻查19岁歌手张龙俊酒驾以及顶包一案 张龙俊本月7日在首尔马浦区驾车与摩托车相撞 当时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吊销驾照的水准 除了涉嫌酒驾以外 还涉嫌在车祸后试图找别人顶包 以及试图贿赂摩托车驾驶员私了 张龙俊是韩国国会议员张继元的儿子 两年前他就曾因试图与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 而导致他父亲辞去了韩国党发言人 以及釜山市党委员长职务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